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廷随即征调名副和工匠 修剪大幅灵鹫寿 由于地主偏僻 建材要到很远的地方采购 而后费尽千辛万元 才能够运到武台山 于是大家都有些疲惫 甚至是怨言似奇 更有甚者还消极代工 使得整个工程进展 非常之缓慢 文书菩萨见到慈秦慈禁 心之开启明治之因缘已经具足 于是趁民夫们休息的时候 变成一位老和尚 渐渐走进了人们的世界 人们见到僧人 就纷纷站起身来迎接 并请坐高位 待老僧人做好之后 就有人问道 大师 您从何处来呀 我从远上来 大师 您又往何处去呢 我往去处去 你们这么多人 在这里忙什么呀 呃 凤皇上御旨 在这里修建一座寺院 好啊 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这件事 不光是能够利益到你们本身的生生世世 也能够 给后世子孙 带来无量无边的大利益啊 那你们 为何心有怨气呢 我们都不知道 修建佛寺有啥用 也不知道 佛是干啥的 更不知道 修建佛寺 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这里地处蛮矿 建筑材料齐缺 要到千里之外 才能够采购到 晕进来 也是费尽心计 劳民伤财 更不用说 在修建过程中吃尽苦头了 要不是朝鲲建均照 移房官丁锦 我们早就跑光了 大师 请教 什么是佛呀 自觉 觉他 觉 行 圆满的圣人就是佛呀 佛在以前一百多年前出生在天主 跟你们崇拜的孔圣人和老子狸儿几乎是同一时代 因感叹人生生老病死 无偿变异而出家寻求解决之道 在经过六年苦心之后 终于功德圆满 成就佛位 证得了无上正等正决 名释迦牟尼世尊 那 大师 他现在还在世吗 既不能够说 他不在世 也不能够说 他在世 因为如来 无所从来 也无所去 如果非要说明他现在所处的状况 只有世灭 才能够圆满表述 大师 那他解决生老病死了吗 究竟圆满 解决了生老病死 才能够说 争得了无上正等正决 成就佛位呀 从此以后 他再也无需 经历生老病死 幽悲苦恼的折磨 获得了清净自在 争得了九斤圆满 几净清凉的灭盘禁忌 大师 我们这些老百姓所关心的 不是生老病死的问题 生之前 死之后 到底是如何 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很遥远和毫无意义 生年不满百 不怀千岁忧语 我们只是希望 能够在有生之年 我的快乐幸福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大师 同样都是人 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处境 和英荣相貌的差别都那么大呢 人无缘虑 必有境忧 这也正是大家烦恼痛苦的根源所在 有志之人珍惜眼前 从而善待当下 未来才会圆满善力 大幅丰扰 无怨无悔 而世间万象的种种差别 都是有情众生在无名的父陛下 爱与的驱使下 身 口 意 三大方面的所作所为 形成了业力 影响素质 这也正是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因果关系 在相互转换的具体体现 这正是佛陀所证知的 真理所在 佛 不光是指引世人 如何才能够了脱生死不再轮回 也指导世人如何在生死之间 获得幸福快乐 大师 那佛是如何开始的呢 诸法应缘生 诸法应缘灭 有应有缘就有结果 无应无缘也枉然 无应无缘同样如此 要想过得幸福生活的 要如何去做呢 佛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 要做到的 费两点 第一 是付出 第二 是手计 付出 劳动 就会有收获 手计 就有保障 大师 我们整事都在劳动 都在付出 为什么还食不果腹 以不遮体呢 您所指的手计 又指的是什么呢 你们的劳动 是为劳动而劳动 所以收效甚微 佛所说的付出 指的是通过身心劳动 去上公下师 供养父母 供养师长 供养福陀 供养僧团 周济六青 甚至弱势群体 积极助力公义事业 而守戒指的是 大的方面 是指对佛制定的戒律圆满善事 小的方面来说 是遵守所在地的法律和其他规定 只有在尊纪守法的前提下 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非难 只有在寿使福际的情况下 才会赢得天上人间所有众生的尊重 才会得到 诸佛菩萨和广大圣行的加持互养 你们都会种田 要想有收场 就必须要拨注 并试试施斐和浇水 同样的道理 父母处 师长处 佛法森三宝处 都是无上福田 独能以智诚之心 为着菩提而供养 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永生永世 都能够受他依族 而六亲也弱势群体 属于悲田 武士给他们 同样也是得大礼 在场的人 无不颠倒 恍然大 大师 佛寺是干什么的呢 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佛寺是诸佛菩萨 广作佛士 普渡众生的道场 是用来弘扬佛法 普渡众生的 通过僧团 对佛法的弘扬 使得有用世人 掌握世间万有运气的绝对真理 明白万事万物的因果关系 知晓三世恶悔 知悉天上人间 三界六道真相 为天龙八五 广大圣贤 使之尽信 进而渐贤思习 从而规范约束 自己的身 口 义 行为 精效甚微 进而诸恶莫足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如此一来 社会风气 就会得到最大范围的改善 人性也就不会那么浮躁 社会秩序也就不会被打乱 从而 使得谷太明暗 越来越多的人 也就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场的人听了 无不双手合十 连声 善哉 善哉 愿来越此 大师 什么是菩萨啊 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的友情 就是菩萨 我们在哪里 去找寻菩萨呢 各行各业 各个基层 都有菩萨的身影 那些广心实善 默默为社会 为众生 鞠躬尽瘁的人 都是菩萨 在三界六道中 为渐行菩提 而福贵广秀的友情众生 都是菩萨 大师 当今皇上 修建福祀的功德大吗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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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无量无变 只要能够 尽心竭力 随缘做好每一件事 你们所获得的功德 跟皇上所得功德 是一样的大 大师 凭借着功德 我们的来生 又会在哪里呢 刀立天 不行 你们抬头往天上看 众人 随着老僧的手指 往西天仰望 只见那云层之上 出现了每轮每晚的天空 有许许多多天女 再歌再舞 阵阵天月 随风而来 众人听得如痴如醉 待大家唤过神回头一看 老僧已经失去踪影 只听到空中传来声音道 你们 要认认真真 善待当下 珍惜眼前 这击功累得的绝佳机会 以其未来 得胜天际 安详如华富贵 与其地其手 同时与目归 众人 随着声音抬头一看 只见虚空之中 响音断上 出现了七阵寝 吻出菩萨身下 在场的所有人等 全都跪倒在地 磕头如倒酸 一口同声地说道 尽尊菩萨教会 所以 我们定大 尽心竭力 不敢善心 书华间 文书菩萨 随即在虚空之中隐落 打这以后 大侠的热情高涨 争先空后 建造的寺院 在群体工匠和民工的精心大造下 绣得富丽堂皇 大有超过皇城之事 军工以后 随着民工的四面八方的散去 文书菩萨 窃盈的事迹 也传遍了五湖四海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都不自劳苦 去往五台山朝圣 有些民工 则选择留在了五台山 初驾为僧 全身兴无耻 五台山 文书菩萨到场 原作为僧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